今天是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 今年的主题是预防接种孩子的权利社会的责任 国家卫纪委表示 目前个别地区出现了对接种安全自信心下降 家长拒绝接种的现象 导致接种率下降传染病的反弹 专家表示 经世卫组织的专家评估 我国的疫苗国家监管体系达到或者是超过了世卫组织 按照国际标准运作的全部标准 目前我国可以生产60种疫苗 基本涵盖了欧美等发达国家上市的疫苗品种 完全能够满足预防接种的需求